再来买 开头老买一正一的甜品 是能享受到第二个半价吗 我自己吃两个 大家看到这个人平时都嘴脸了 你不吃两个吧 免威其难 可以吃一下 给我给我 太快张了 就正常了 还挺好吃的 朋友们 我现在在这个天津的滨海 算是旅行吗 算的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滨海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哪有人在滨海第一顿要吃土耳其菜的 就是他选的餐厅 好 找到了 来吃这个土耳其美食 我们现在坐在外面 这个场景很像婚礼 叫我又没有好喝 很像土耳其人 想吃什么就点 好糖啊 点 甜品啊 点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天津滨海玩的时候 吃土耳其餐厅 那我们去土耳其玩的时候吃什么 咱不会去土耳其 进阁里 阿威哥 你的那个炸丸子上了 你和这个音乐真的很搭 而且你那个眉头很像印度的那个红点 我找不到词来形容它 一个砖头里面给你放点馅 不干 首先这个丸子是有酱料的 有些人是没有站的 诶 怎么这么硬啊 下面砖头 不挺好吃的 里边是素的 我比较喜欢这种炸的比较硬的感觉 我们的这个土耳其卷饼也上了 没事你就拿手吧 那这个刀 感觉这个刀可以刹你 这个挺好吃的 有菜有肉 还挺健康的 我来尝一下这个墨西哥 不 哦 我来尝一下这个土耳其卷饼 真好吃 它菜的占比很多 找出三个菜来形容它 很土耳其 还用了一些黄芥末酱 它很健康 这个是土耳其煮的饺子 他在蒸和煮里选择了煮 大家能想象到这是他选的餐厅吗 它这个每一个都非常的小巧 你可以一口吃好几个 吃多了会腻 你一共就吃了脸 哎 正好 你试一下我们点的这个芝士牛肉碎煎饼 试试这个馅 还像新疆餐厅的那种 紫然羊肉 就说紫然羊肉是对的 所以我来尝一下他们这边特有的这个甜品 麦卡麦卡 麦卡麦卡 啊 它很 酥脆 我加了蜂蜜 是这里面最好吃的 水源鞠口 它加了好多蜂蜜 猪八戒尝人生果吃了一个没有味 这时候也有点蒸姜的感觉 糯米 我还是吃我的馅饼 好了林仔跟大家说再见 再见 还吃土耳其菜吗 可以吃别的 接下来去哪 去公园 那我们去那个海边那个公园吧 好的 走 好